10.經濟一週Netflix進軍電影圈 2015年7月18日中長線外圍區 P080環球廣角鏡王偉傑今年以來,美國全流媒體視頻服務商Netflix 美股編號NFLX股價翻了一番,週一7月13日,創716.16美元的歷史新高 經一股拆七股調整後,股價為102.31美元 Netflix第二財政計道營利大縮水,但業績公佈後,其股價卻大幅上揚 再創116.49美元的歷史新高 據Netflix公佈,其第二財政計道營業收入為16.4億美元 同比增加22.4% 符合市場預期,其創利潤為2630萬美元 較去年同期的7100萬美元下滑63% 主要受業務擴張影響,每股盈利為6美先 經測細調整,優於市場預期的4美先 此外,其第三財盈利展望也超出市場預期 Netflix於第二貴新增時頻訂閱用戶330萬戶 遠超2014年同期170萬的新增用戶數 亦超出此前預期的250萬戶 據Netflix首席財務官David Wells表示 用戶量增加主要歸功於原創內容的不斷增加 Netflix行政總裁Reed Wastings指出 公司在增強內容方面有兩方面計劃 其一是繼續推出以擁有品牌效應的節目 如打造第二季、第三季和第四季節目 這些節目本身已非常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將增加新的節目外容和原創的節目 以吸引更多新訂戶 此外,Netflix還準備進軍電影圈 據報導,Netflix已與獨立製片人商談 並敲定三部電影 各屬不同類型 分別為劇情片、歌舞片和恐怖片 成本都在200萬美元 Netflix會付出約為成本120%至130%的價格 以購買這些電影的全球發行權 影片在影院上映30天後 就會被放到Netflix平台上播放 Netflix相信新電影和獨家版權電影 能助其進一步擴大全球用戶基礎 按照計劃,到2016年底 其提供服務的國家將從目前餘50個增加至200個 今年3月Netflix將業務擴展至澳洲和新西蘭市場 近期也將在日本推出 第四季將進入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市場 公司將在新開拓的市場中 製作和採購更多本地化視頻節目 據估計 今年底Netflix用戶總數有望達到 6,990萬戶,較去年底增長28% 其中國際用戶將達2,636萬 增長57% 揮軍內地對戰阿里巴巴在美國以外的市場 英國將是Netflix服務覆蓋率最高的國家 估計至今年底用戶總數將達到494萬戶 之後為加拿大和巴西 預計用戶總數分別為395萬和333萬戶在歐洲 計英國後,覆蓋率最高的國家是荷蘭 估計用戶總數將達到160萬戶 之後是瑞典、德國和法國 預計用戶總數分別為146萬、120萬和115萬戶 Netflix行政總裁Reed Wastings表示 期望在明年進入內地 目前正在評估內地市場並密適合作夥伴 同時亦希望在巴西、波蘭及印尼等市場 取得更大的成功 不過,要進入內地市場並不容易 據報導,阿里巴巴計劃在兩個月內 推出自家線上流媒體視頻服務Modmobox Office 與Netflix和HBO競爭 據了解,其視頻內容部分出自內地 也有部分內容自海外引進 內地網絡視頻市場競爭激烈 Tmobox Office上線後 相信競爭將更趨白熱化 不且沒有持有上述股票 如想查閱民中港股報格及相關互聯網連結 請案頁面右邊黃偉傑輝立正圈及輝立資本管理 作者1976年開始接觸股票 見證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香港股市 每一個牛市及熊市 實戰經驗豐富 上世紀80年代投身證券業 主力負責資產管理 並為多份財經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 著作有炒得精力 作者為證監會證券交易負責人員 可就證券提供意見 財經報章及封面度 而切施幌 發展